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上班时一阵振犯恶心,我以为吃坏了肚子,想请假去医院看看。 同事提醒我,是不是怀孕了呀,有点像孕土呢?我一正。 突然想到自己的大姨妈确实很久没有造访了,因为平时也不准,所以我没太关注。 但如果真怀孕了,是不能随便吃药的吧? 谢过同事后,我还是去了医院,不过挂的不是肠胃科,而是妇科。 又是抽血又是照,必超,一通检查后,终于确定,我确实怀孕了。 孩子已经八周,连胎心都有了。 看着必超单子上小小的阴影,我又激动又恍惚,下一时拿出手机就要拍照发给老公杨瑞。 谁知刚点开相机,一通电话就打了过来,是房产中介的小张。 我前些日子找他看了几套房子,乡中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小户型,卖家要全款,我钱不够,就让他去协调问下能不能分期。 如今这事,有消息了。 我迅速接通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小张兴奋的声音。 姐,卖家同意分期了,你什么时候方便签约,这可真是双喜临门,宝宝还没出生,就要有自己的家了。 而且赶早不如赶巧,我直接打车去了小张的公司。 满心以为今日过后,我也是有防疫族了,谁知付款时出了岔子。 姐,你卡里余额不足,小张为难地看着我,要不换一张卡? 可我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都存在了这张银行卡里,里面应该有二十三万多,怎么可能支付二十万的首付,却显示余额不足呢? 是不是你们的机器坏了呀? 或者有限额,我边问边打开了自己的手机银行。 我这卡里有钱的,不然我直接转账,支付宝或者微,看清我卡里余额的那一瞬间,我的话瞬间没了音。 我卡里竟然只剩三万五千八百块,整整少了二十万。 我下意识揉了揉眼,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后,赶紧点开了账单。 在收支明细里,显示上个月有四比五万元的大额转账,是通过微信支出的。 可微信里,我找不到相应的记录。 小张提醒我,是不是转账记录被删了呀? 他教我应该怎么找出被删掉的转账记录。 一通操作后,我终于看到了收款人的微信名。 停停,有点眼熟,头像也眼熟。 可这个微信名并不在我的好友列表里,而且转账的时间都是在凌晨,怎么看都很是蹊跷。 我怀疑我卡出问题了,直接报了警。 警方根据转账相关信息,查出了收款人。 周小婷,这人你认识吗? 我还真认识。 这是我婆婆。 怪不得头像和微信名那么眼熟。 原来竟是我婆婆。 和杨瑞刚结婚的时候,我是加了婆婆微信的。 可后来,她总是给我发一些好女人是如何对待老公的什么样的儿媳儿才是好儿媳等类似的公众好毒鸡汤。 我烦不胜烦,就借口这是工作号不能用作私人联系把婆家人微信全删了。 没想到,钱竟是转给了她。 可我的手机密码只有杨瑞知道。 在联想到转账的时间明显是在我睡着后,以及前段时间婆婆问我借钱的事儿,我顿时眼前一阵阵发黑。 好不容易稳住身子,我直接打给了杨瑞。 电话接通后那边闹哄哄的,听着有很多人在说话的样子,我只能压着火气,问她在哪儿。 我在家,有点事,怎么了,在家。 正好,我趴地一下挂了电话,直接打车赶了回去。 我到时屋里一片狼藉。 餐桌上全是吃剩下的碗筷盘子,地上一堆酒瓶和瓜果皮,简直无处下脚。 婆婆正在收拾,见我回来了,连忙把抹布递给我,然后垂着腰站在那指点乾坤。 蛋蛋回来了,快来帮妈一起收拾收拾,我这腰上的老毛病又犯了。 疼得厉害,不然肯定是不会让你沾手的。 对了,剩菜到一块儿寄得放冰箱,你可别给我扔了,太浪费了,其他碗盘子你刷干净哈,还有的要拖一遍。 她絮絮叨叨地交代着,我直接把抹布扔到了桌子上。 天天不是这腾就是那腾,嘴里说着自己只有两个儿子。 我嫁过来就是家里的女儿,让我只当多了一对爸妈疼爱自己,可我爸妈不会把我当保姆一样使唤。 平常我心情好看在杨瑞的面子上不和她计较,这些家务我做就做了,可今天我只想算账。 我不理会错愕的婆婆,脚步不停,直接冲到了客厅,冲着摊在沙发上的杨瑞一声大吼,杨瑞,你是不是偷我钱了? 我卡里的钱呢?赶紧把钱还我,杨瑞愣了下。 没有啊,你是不是自己花了忘记了,她目光闪躲得厉害,心虚地不敢跟我对视。 一旁玩手机游戏的杨祥头都不抬,就开始指责我,嫂子,你这话就不对了,你和大哥是一家人,别说大哥没拿,就算拿了,那也不能用偷这个字啊,拿着抹布追过来的婆婆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就是,淡淡你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你的钱不就是杨瑞的钱吗? 怎么能说偷呢?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浑身酒气的公公睁着有些迷茫的眼,似乎还未完全清醒,不过看我的眼神,很势不善。 看着这一家子,我心里凉得厉害,我根本没想过他们竟然会睁眼说瞎话,早知如此我就不撤岸了。 我和杨瑞的工资是各管各的,我的钱就是我的钱,是我自己上班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和杨瑞,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看着婆婆,语气冰冷。 请把我的钱还给我,否则我就报警告,你们盗窃,二十万,也算大额金额了吧,怎么也要判三年吧,一听二十万,他们便知道已经东窗事发,几个人都有些不自在。 婆婆扭开了头,似乎是觉得这样会显得心虚,她又飞快转了过来,耿着脖子喊着,你看我干什么,我又没拿你的钱,那钱在谁手里。 我狐疑地看着众人,却没人理我,很好,我直接拨打了110,见我来真的,婆婆慌了,她扑过来,想要抢我的手机,我侧身躲了过去。 婆婆扑了个空,直接一拍大腿坐在了地上。 杨瑞,你看你娶的好媳妇,她这是要逼死你妈呀,她生泪俱下地哭诉着自己将两个孩子养大有多不容易,结果大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任由自己被欺负,她还不如死了算了。 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是我娘家人没教好我,结果被我带坏了她儿子,我气得浑身发抖。 杨瑞见不得她妈受委屈,她抹了一把脸,直接将我拉到了卧室,这次她倒是没再死不承认。 钱我转给我妈了,用来给杨祥付彩礼了,今天请女方一家子吃饭,已经给她们了,这是在搞笑吗? 小叔子要结婚,她把她妈不出钱,她哥也不出钱,带着我这个嫂子,好算怎么回事。 面对我的激动质问,杨瑞沉默了一会儿,才抱着我解释。 她说,她把她妈毕生的积蓄都用来买这套房子了,根本拿不出女方要求的二十万彩礼。 而杨祥毕业后就没有工作,更是没有半分存款,她年纪越来越大,好不容易镶到个看对眼的女人,这也是没办法了。 我冷笑,没办法,没办法,她怎么不去上班,还不是觉得不管自己有多混账,都有你们给她兜底。 还有这些年,你上班的钱呢? 别跟我说你一毛钱都没攒下来,她吞吞吐吐语焉不详,我的钱拿去投资了,现在取不出来,眼见着我的眼神越发危险,她连忙补充,你放心。 这钱肯定会还你的,谁还?你还?还是你爸妈还,当然是杨祥自己还。 等结婚后,女方把彩礼带回来了,就还你,合着他们一家子竟然是打的这种主意。 用我的钱给杨祥娶媳妇,然后再让杨祥媳妇带回来,还我,白嫖。 我一正,要说白嫖,好像他们也是有钱科的。 毕竟我当初嫁过来,可是一分彩礼都没要。 可此刻的,我没心思细想,我默默压下了心头的异样和对杨瑞的失望,只想先要回自己辛辛苦苦存下来的钱。 万一女方不带回来呢?万一带回来以后,杨祥又出幺蛾子,想独吞我的钱呢? 杨瑞举手保证,不会的,肯定会还你的,哪怕他如此笃定,我还是不放心。 以防赖账,写个借条总可以吧,见我让步,杨瑞松了口气,连连点头,这肯定可以,谁知这个要求遭到了杨祥的坚决反对。 他终于舍得放下了手机,邪逆着我似笑非笑。 嫂子,我们都是一家人,写借条就太见外了吧,谁和她是一家人? 本来就是外人,怎么会见外? 我微微一笑,寸步不让,要写,不仅要写借条,还要写清楚还款时间,逾期的话要还多少利息。 杨祥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不再看我,而是转眸看向了杨瑞。 大哥,你也觉得我需要写吗?杨瑞面色有些为难,但还是在我的眼神胁迫下点了点头。 这下,杨祥脸色更难看了。 看来妈说得对,果然是娶了媳妇忘了娘。 本来小叔子,结婚,你们当哥嫂的,就要出力,不要求你们给我买房就算了,不过区区二十万彩礼还要逼我写借条。 不就是觉得我会赖账?你们就是这么看我的事吗?区区。 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会她的歪理。 既然二十万只是区区,那现在就还吧,这样就不用写借条了。 杨祥瞬间沉默了下来,阴沉着脸闭口不再言语。 婆婆还想说什么,见我脸色冷得厉害,撇了撇嘴搭了着眼过来,打圆场。 她捡起了被杨祥扔在地上的纸盒笔。 哎呀,不就是写借条吗? 我来写行不行? 就当是我这个老婆子借的,不过我不识字呀。 杨瑞,这欠条应该怎么写呀? 你过来帮妈写一下刑部,这与让我和杨瑞自己还自己的钱有什么区别。 我拒绝,必须扬响本人写,话音刚落,一个杯子突然砸到了我脚边。 碎片四箭,划伤了我的手,也将我吓得一个机灵。 正经魂未定,公公猛地冲到我面前指着我的鼻子骂。 给你脸了是吗? 不就是用了你点钱吗? 至于这么较真嘛,你老公都是我们养大的,花你们点钱怎么了? 有本事,你们就把从小到大花的钱给我还回来,活脱脱一个绞佳精。 当初就不应该让我儿子娶你,养儿子的钱去找儿子要啊,凭什么管我要? 合着他们养儿子是给我养的事吗? 而且,我嫁过来后,每个月都主动上交生活费,逢年过节礼物红包从来没有少过,就连人情往来的钱也是我出的,这才导致我在这边上了三年班,才存了二十万。 我从来都不欠他们的,越想越生气,我火气也上来了,直接吼了一句,你不要指着我,公公大概没想到我会如此挑战他的权威,一张脸杖的通红。 他瞪大着双眼,眸中陡然闪过一抹狠辣。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抡起胳膊,一巴掌甩了过来。 力气之大,直接将我扇倒在了沙发上。 这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时间,等反应过来后,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你太过分了,他心疼地看着我。 媳妇,疼不疼,怎么可能不疼呢? 右脸颊已经高高鼓了起来,又红又淌。 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一低头的功夫,扑速扑速成串落了下来。 我长这么大,挨过不少打,但那都是小时候不懂事实被爸妈打的。 他们打的也是屁股,从来没有打过我的脸。 他既没生我又没养我,凭什么打我? 我猛地抬头,死死咬着下唇,恶狠狠地瞪着他。 杨志平眉头紧皱,老人说话不听就该打。 不孝顺不尊重长辈的玩意儿,我就打了怎么了,你还敢动我? 看来还是欠打,说着他又举起了胳膊。 我推开杨瑞站直了身子,准备拦下他的巴掌。 谁知就在千军一发之际,杨瑞突然从身后抱住了我。 我的两条胳膊被束缚,只能眼睁睁看着杨志平的手掌在我眼前骤然放大。 这次挨打的是左脸,脸颊两侧都传来火辣辣的疼,却比不上我心里的疼。 我不可置信地扭头看着杨瑞,他吞着口水松开了我,心虚地移开视线后不自在地解释着。 我爸年纪大了,我怕你还手伤到他,我和杨瑞是在读大学时认识的。 那时我和舍友一起去做兼职,发传单,一个小时十块钱。 大冬天的寒风呼啸,不过站了一个小时,我的身子就已经冻僵了。 后来看着路上没了行人,我就偷偷躲在了公交车站牌的后面,想偷会懒,结果被他逮个正着。 他也在做兼职,不过不是发传单,而是监督我们这些发传单的人不要偷懒。 我以为自己完了,肯定拿不到钱要白杆了。 谁知他默默站在了我旁边,替我挡住了另一边的寒风, 然后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语气调侃,这里四面透风,站牌只能挡一面,还有三面怎么办? 我愣住了,没说话。 他估计也没想到我竟然没听懂他话里的意思,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见我目光清澈,小脸通红,他眼里倒是有了一些笑意。 看来还是个小姑娘呢,那时确实是个小姑娘,天真单纯,不安事事, 所以才会被他这个老油条骗到了手。 他借口以后有轻松的兼职会再找我,加了我的微信。 一来二去的,两人熟悉了起来。 后来,在双十一光棍节的时候,他对我告了白,我吓了一跳。 下意识说着,不行的,我们俩的老家离得太远了, 我爸妈不同意我远嫁的,本意是拒绝,可我说出的话让他误会了。 他猛地将我抱在了怀中,嘴里发出低沉的笑声。 原来你连结婚那么远的事都想到了呀,是我的错,我应该早点告白的, 不要担心,家里不同意,远嫁也没事,扇不过来,我就过去嘛。 多大点事,或许是他的怀抱比较温暖,或许是他的呼吸太过灼热, 本事要拒绝的,我竟稀里糊涂和他确定了关系。 回到宿舍后,我便隐隐有些后悔,想着下次再见我一定要和他说清楚。 可他对我太好了,想我所想,急我所急,他懂得我所有敏感的小心思, 将我当成长中宝一样宠爱。 这样的他,我又怎么可能不爱呢? 那份拒绝,便再也没有说出口过。 后来,确定要结婚时,妈妈劝我一定要再慎重考虑一下。 她说,婚姻是女人人生的第二次选择, 这是关乎一生的大事,选对了收获幸福, 选错了虽然可以回头, 但以后可能要用一生去治愈这段感情里所受的伤害。 我很笃定地回答妈妈,不用的,她一定不会让我输, 可我心下还是多了一丝忐忑。 而随着婚期的临近,我也越发焦虑。 怕自己远嫁一场,却所托非人。 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这份不安,笑着安慰我,别怕。 结婚后,我们才是一家人, 如果你和我的家人产生矛盾, 那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所以,所谓的站在我这边, 就是束缚住我,任由她的家人打骂欺辱吗? 我还真是一败涂地。 躺在酒店的大床上, 我默默思索着后路, 其实不用思索什么, 这个婚是肯定要离的。 我人生的第二次选择选错了, 但没关系, 我有重来的勇气。 想了想, 我将自己的遭遇发到了网上, 希望大家能给我出出主意。 大概是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不过短短时间, 便多了许多回复。 大部分都是劝我赶紧离婚跑路, 这不符合我的诉求, 我回了个不, 因为只是离婚太便宜他们了, 我要让他们付出比我惨痛千百倍的代价。 我慢慢翻着评论, 看到有一些质疑, 怀疑我是引流帖。 但还有一部分, 在积极地给我出主意, 我一个一个看过去。 脸上的伤, 一定要保留证据, 去医院验伤, 这些都是以防万一, 可以当作以后起诉的证据, 还是别羊入虎口了吧, 千万不要再回去了, 赶紧找律师, 把钱要回来, 跑路要紧。 我没打算找律师, 找了律师我的钱也许能拿回来, 婚也能离掉, 可是这顿打, 大概就白挨了。 离婚后, 我也可以偷偷找人打回去, 但终究没有自己亲自动手来的解气, 而且也拦不住人家报警, 反而会让自己立于下风。 我要的是让他们哑巴吃黄脸, 有口难言。 我的目光停留在了趁他们没有力气上, 也许并不需要下药这么流于痕迹。 想起周小婷那扣扣嗦嗦的习惯, 我心里瞬间有了主意。 第二天一早, 我不请了假, 重新去医院照了一次必钞。 虽然这个小小的胎儿并未受到昨天的影响, 可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 在我充分见识到杨家那些丑恶的嘴脸后, 我已经不可能留下他了。 只是, 我还需要他帮我来达成一些目的。 抚着尚未隆起的小腹, 我默默在心中跟他说了一声对不起, 然后将B抄单子发给了杨瑞。 他给我打了几十通电话, 甚至就在几分钟前还给我发了消息, 问我在哪儿, 所以此时的回复, 并不显得突兀。 想了想, 我又补充了一句, 你真的令我很失望, 若不是为了孩子, 我绝对不会再跟你说一句话, 做足了因为孩子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姿态, 这样的台阶想必他应该不会放过。 发完消息后, 我就关掉手机离开医院, 去了小区附近的菜市场。 我找到了角落里的海鲜摊位, 之前在这家买过, 贪主是个不老实的, 总是缺金少两, 也就罢了, 他还会拿不新鲜的或者解冻的海鲜充当刚刚死的, 去骗一些不懂行的或者贪小便宜的顾客。 久而久之, 他家生意越发不好, 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到时, 挺冷清的, 贪主正坐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刷小视频。 我指着大水缸里的螃蟹问, 那个蟹多少钱一斤, 贪主立刻放下手机起身, 上下扫了我一眼, 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 这可是高品质的太湖大闸蟹, 两百九十九一斤。 你看你要哪只, 这么贵呀,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贪主的表情瞬间冷淡了下来, 他随手指着角落里的小桶。 那桶里的都是刚死的, 大的九十九一斤, 小一点的四十九。 我还未走近, 便闻到一股很大的腥味, 其中隐隐有些发臭, 我险些控制不住自己吐出来。 不过我还是强忍着, 选了八只小一点的, 看着还算新鲜的血。 打仗时, 贪主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看我的眼神仿佛在看傻子。 我假装看不见, 又去其他摊位买了一些新鲜蔬菜和猪肉, 然后拎着所有的东西 慢慢走出了菜市场。 我在路边的奶茶店坐着玩了一下午手机, 临近晚饭时, 我才又一次点开了杨瑞的聊天矿。 左上角的九九家醒目又刺眼, 可我一条都不看, 自顾自发了自己的位置。 我在小区附近那家奶茶店, 杨瑞来得很快, 气喘吁吁的, 一见到我就对我道歉。 对不起, 蛋蛋, 都是我的错,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千万不要和自己的身体过不去, 我笑了笑, 我也有错, 我不应该那么激动, 也不应该逼着小弟写戒条。 杨瑞愣住了, 似乎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好说话。 他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的瘀痕上, 不由越发愧疚。 我没看他, 自顾自嚼着珍珠和椰果, 随手指了指脚下放着的大包小包。 昨晚爸妈一定也很生气, 我买了一些菜, 给他们做顿好吃的就当赔礼道歉了吧。 顿了顿, 我垂下了眼眸, 不过要你来做。 我昨晚受了惊吓, 医生说让我不要太过劳累, 杨瑞又喜又惊, 他伸出手想拉我, 被我轻轻躲了过去, 只能拎着东西跟在我后边。 你身体怎么样? 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大事, 有点出血, 医生说先照流产的症状, 让我这些日子小心一些, 尽量卧床保胎, 杨瑞信以为真, 把我当祖宗一般小心翼翼搀扶着上了楼。 其他三人都在, 看见我竟然回来了, 都有些不自在。 杨志平神色尴尬, 低着头没有言语。 杨祥诧异, 而周小婷脸上却充满了鄙怡, 他一定是想着昨晚的委屈我, 竟然如此轻易就原谅了, 也太好拿捏了吧, 所以他立刻就摆起了做婆婆的款。 哟, 淡淡回来了, 正好该吃晚饭了, 你去冰箱把昨天吃剩下的菜拿出来热热, 我没应声, 只是淡淡瞥了一眼杨瑞。 杨瑞立刻接过了话头, 妈你想吃什么我来做, 正好买了很多菜回来, 就不吃剩菜了, 直接做新的。 周小婷探头去扒拉, 嘴里连连惊呼着, 咱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哪能天天大鱼大肉, 剩菜也是昨天剩的, 都是干净的, 怎么就不能吃了? 哎呀, 还买了螃蟹啊, 这个清蒸怎么样, 几个人在那讨论着中午吃什么, 我静止回了卧室, 丝毫没有想要参与其中的冲动。 大概是运气反应, 刚躺在床上不过三分钟, 我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 我隐约听到周小婷放肆的声音, 怀孕了那就更跑不掉了呀, 我们必须趁这次好好把规矩给她立起来, 省得以后天天找事, 喊什么喊? 不喊。 我们给她剩一点就行了, 哪有这么娇贵, 我当初怀你们的时候天天窝头咸菜, 还要下地干活, 你们还不是好好的, 我想听听杨瑞的回复, 可我太困了, 翻了个身又沉沉睡了过去, 再醒来时已经是八点多钟了, 我推开门出去的时候, 几人正吃着喝着, 看着桌子上堆叠的螃蟹壳, 我目光微闪, 吃饭不叫我吗? 杨瑞赶紧给我让了个位置, 将我扶了过去, 看你睡得香, 没忍心, 我嗡了一声, 指着螃蟹问, 我买了那么多, 一直都没给我留, 杨瑞神情越发尴尬, 有些不知所措。 婆婆撇着嘴解释, 你现在是双身子的人, 哪能吃螃蟹这种寒凉的东西? 你多吃菜多吃肉, 我大孙子才能快快长大呀, 可他往我面前推的, 分明是昨日的圣菜。 我直接将筷子啪的一声 放在了桌上, 杨瑞见状连忙将圣菜推开, 又火速溜到厨房 给我端出了一盘糖醋排骨。 她殷勤地看着我,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的, 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的手艺有没有退步, 她的手艺确实不错, 以前也经常给我下厨做好吃的。 啃着味道熟悉的排骨, 眼眶突然酸涩地厉害。 明明理智告诉我, 必须远离这一家人, 可以想到我以后的人生里, 再也不会有杨瑞的存在, 心里就又闷又慌, 难受得厉害。 这就是所谓的戒断反应吗? 竟是如此难过, 可我没有一丝一毫 想要妥协的冲动。 因为我知道, 只有熬过去, 我才能真正磨平 第二次选择失败 所带来的伤痕, 才能拥有崭新的人生。 十点多的时候, 杨瑞突然开始浑身冒冷汗, 他捂着肚子蜷缩在床上, 发出难耐的声音。 我问他怎么了? 他想说话, 可一张口, 却开始大口大口地呕吐。 与此同时, 客厅也传来了动静。 有人拍门, 杨瑞, 你快出来。 哦, 我推开门的时候, 看到周小婷已经开始喷射性呕吐, 而杨志平和杨翔也好不到哪去。 我吓了一跳, 一边着急问几人情况, 一边拨打了120, 因为这是老小区, 总高六层, 是没有电梯的。 而我们又住在五楼, 等救护车来了之后 在一个一个担架, 台上台下, 显然太耽误式了。 我便一边收拾着几人的证件 和应急用品, 一边满脸着急的提议。 你们怎么样了呀? 还有没有力气呀? 要是有力气的话, 我扶着你们先慢慢下楼, 我们在楼下等。 这样救护车一来, 我们就能直接去医院, 能省出好多救命的时间啊, 几人的情况都不太好, 仿佛烂泥一般瘫在地上。 可正是因为不太好, 让他们察觉到自己的生命 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 反而激发了他们的求生欲。 所以他们强撑着站起了身子, 勾搂着腰一个一个挪了出去。 杨翔的状况稍微好一点, 他走在最前面, 杨志平搀扶着周小婷走在中间, 而我, 一手拎着大背包, 一手扶着杨瑞走在最后。 因为四人太过于虚弱, 我们走挤不歇一会儿, 尤其是三楼的转角, 我们休息了好长时间。 再次出发时, 我刚要拎起背包扶着杨瑞, 谁知他竟然绊到了背包的袋子, 一头栽了下去。 我吓得一声尖叫, 下意识伸手去抓, 只堪堪摸到了衣角,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接连撞翻了前面的杨志平, 周小婷和杨祥, 四人一起滚下了楼梯, 楼层虽然不高, 但几人本就是强弩之末, 再加上滚落的充饰, 几人摔得头破血流, 看着好不凄惨。 我急得大哭, 怎么会这样? 呜呜杨瑞你没事吧? 你们没事吧? 几人唉呦唉呦地叫唤着, 根本没有力气指责我。 远处依稀传来救护车的声音, 我精神一震, 胡乱抹了一把眼泪, 撑住, 救护车马上来了, 去了医院就好了, 说着, 我试图搀扶起最上面的杨瑞。 他太重了, 我一个踉呛, 身形不稳, 他又重重摔了下去。 身下的周小婷直接被砸晕了, 而杨志平瞪着我, 大喘着粗气。 别, 别动, 等着, 我不敢再动, 只能缩在角落里低着头, 默默抽气着。 医护人员到时, 被吓了一跳, 他们将人接连抬上车, 做着应急措施。 有人问我, 你们今天都吃了什么? 我愣愣解释, 早上和中午我也不知道, 晚饭是一起吃的, 我吃的是排骨, 他们吃了昨天的剩菜, 还有一些螃蟹, 可是以前也经常吃剩菜, 也没见这样啊。 那螃蟹老板也说是刚死的, 都是新鲜的, 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呢? 问话的人一言难尽地看着我, 剩菜最好不要隔夜, 而且死螃蟹也是不能食用的, 很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会引发腹泻呕吐等情况, 我认真地听着, 时不时点点头, 表示我都记在了心里。 可眼睛余光看着四人的凄惨模样,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 到了医院后, 我忙前忙后跑着各种手续, 直到让我预存缴费, 我有些为难地表示稍等我一下, 然后火速回了几人的临时病房。 杨瑞正好是清醒的, 只是双臂骨折, 再加上浑身虚弱, 只能无力地躺在床上。 我直接从背包里拿出了他的钱包, 问,你钱呢? 医生让缴费, 我没钱缴, 杨瑞只能将银行卡的密码告诉了我。 我并没有直接去缴费处, 而是先去了附近24小时营业的自助提款机。 杨瑞钱包里有两张银行卡, 我试了一下, 密码是一样的, 其中一张卡里有五万多块钱, 另一张卡里有三十六万多, 想来这应该就是他这么多年的积蓄了。 他明明有这么多钱, 自己不舍得资助亲弟弟怕打水漂反而去算计我的钱, 真是可笑。 这一刻, 我心中隐约的不忍彻底消失, 变成了被欺瞒的愤怒。 我直接办理了转账, 本想将二十万一次性转到我的卡上, 谁知提款机有限额, 最高只能转五万, 我需要四天才能转完, 后面我还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吗? 我不知道, 可此时银行也没人上班, 我只能转到回了医院。 交过费后, 几人便陆续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等在外面百无聊赖, 便拿出了杨瑞的手机, 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是傻了。 我又不是不知道他手机的开机密码, 他的各种身份信息我也一清二楚啊。 于是我直接登陆手机银行将剩下的十五万转到了我卡里, 至此把钱拿回来, 和让他们千百倍偿还我所受到的伤害这两个目标已经完成。 接下来便是想办法拿到离婚证了, 可这并不容易。 不说这二十万的转账会不会被发现, 单说他们现在全都是伤员, 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就不可能轻易放我走。 所以, 我需要帮手。 我将目光停留在了自己的肚子上。 总之, 经过这一夜的劳累加上担惊受怕, 我出血了。 他们转入普通病房相继醒来的时候, 我也已经做完了流产手术。 我拜托一个小护士搀扶着, 我去了他们的病房。 里面正传来周小婷虚弱, 却难听的斥骂。 柳淡淡这个贱人, 绝对是他搞的鬼。 以前我们也经常吃剩菜, 连肚子都没拉过, 怎么就这次这么严重? 偏偏他自己好好的一点事都没有, 他一定是对我们怀恨在心, 想要报复我们。 妈, 杨瑞的声音有些无奈, 淡淡昨晚吃的是我新做的排骨, 和我们吃的不一样。 而且他说过很多次, 不让我们吃隔夜的剩菜了, 是我们没有听进去, 这怎么能怪他呢? 杨翔火上浇油, 医生不是说了吗? 也不一定是因为剩菜, 也可能是因为吃了螃蟹, 昨晚我就觉得那螃蟹 好像不太新鲜, 不可能是螃蟹。 妈, 昨晚根本没吃螃蟹, 杨瑞的声音恼怒, 似乎在生气杨翔挑拨离间。 几人争吵个不休, 这时候进去好像不是很合适, 我有些歉意地朝着小护士笑了笑, 心头却在狐疑, 周小婷没吃, 我才不信, 小护士看我的眼神多了一丝怜悯, 她想搀扶着我先离开。 谁知就在这时, 周小婷又将罪名按在了我头上。 不管是因为什么, 柳淡淡那个贱人就是不安好心, 要不是她买了螃蟹又不愿意把剩菜吃光,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而且我们都在病房不能动弹, 她却找不见人, 分明就是心虚。 真是又坏又恶毒, 周小婷越说越生气, 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外面了, 不行, 我得找护士帮忙把她找回来伺候我们, 还没等她按铃, 小护士听不下去了, 一把推开了门。 有你们这么编排人的吗? 明明是你们自己吃坏了肚子, 非要把罪名往别人身上按, 人昨晚为了照顾你们这一大家子, 都把自己泪流产了, 你们不说感激也就算了, 竟然还这么侮辱人, 又坏又恶毒, 应该用来形容你们吧? 我可真是开了眼了, 大概是没想到这些话竟被外人听了去, 几人都有些羞恼, 顿时噤声不再言语, 只有周小婷搭拉着三脚岩死死地盯着我, 俨然是恨上了我, 而杨瑞, 神情有些恍惚, 淡淡, 你, 你流产了, 我抬起惨白的脸, 在小护士的帮助下一步一步挪到了他的病床边, 从背包里慢慢掏出他们的东西, 你们的住院费我已经用你的卡交过了, 对了, 我看你卡里钱挺多的, 就把你从我这拿的用来给杨祥付财里的钱转回来了, 到时你直接让杨祥把钱还你就成, 住院费预存了五万, 多退少补, 你卡里应该还有二十万差不多, 你自己记得核对一下, 我改主意了, 本来就是他偷我的钱有错在先, 我拿回来天经地义, 根本不用偷偷摸摸, 我这样大大方方直接讲出来, 反而立于了不败之地, 看着杨祥闪烁的眼神, 我就知道他已经打起了这笔钱的主意, 而杨志平和周小婷虽然表面上是一碗水端平, 但通过彩礼这件事我已经看出来了, 小儿子杨祥才是他们的心头肉, 他们会狠狠扒在杨瑞身上吸血, 杨瑞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 有些生气, 可我的语气太平静了, 她的生气又转为了慌乱, 但但你这么见外干什么? 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 你刚流产身子虚弱, 正是需要养身体的时候, 你拿着用就好了, 他故作大方帝表示着, 无非就是觉得我不会用他的钱罢了, 不用了, 我现在有自己的钱, 你的还是留着给你们一家子请护工吧, 我看着他一脸失望, 前天你们打我, 因为孩子我忍了, 可现在因为你们犯下的错误, 又害我失去了孩子, 我不想跟你们再有任何关联, 我洋装伤心, 可在只有周小婷能看到的角度, 却悄悄露出一抹如是重负的笑, 他平常就总是嫌弃我买化妆品和漂亮衣服, 话里话外都是我已经嫁人了却, 还不安分, 以前我烦不胜烦, 可现在, 我要的就是这份猜忌, 杨锐心疼地安慰着我, 淡淡别哭,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我惨然地笑, 不会有了, 再也不会有了, 眼泪汹涌而下, 我想擦掉, 反而越擦越多, 只能低着头哽咽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大概是没有缘分吧, 我真的对你很失望, 不再理会众人反应, 我催促着小护士带我离开, 门关上后还没走远, 我便听到了周小婷的恶毒咒骂, 呸, 什么玩意儿, 还说什么没有缘分, 说不定那就是个野种, 留了也好, 省得帮别人养孩子, 而且他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了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这次流产伤了身子, 再也不能生了吧, 杨锐愤怒地咆哮, 妈, 你能不能不要再胡说八道了, 淡淡根本不是那种人, 可我听出了他话音里的色力内人, 显然, 他对我并不是完全信任, 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新婚业, 我没有落红, 我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在没有结婚前, 绝对不会越雷池一步, 杨锐是我的初恋, 在他之前, 我连男人的手都没牵过, 更不可能和别人乱来, 可我确实没有落红, 我也不清楚原因, 虽然我知道, 女人的真洁从来不在裸裙之下, 更不应该只靠薄薄的一层膜来肤浅地认定, 可我还是怕杨锐心里有疙瘩, 我找了很多资料, 历证不是每个人的第一次都会有落红, 还有很多先天的或者后天不小心伤到的, 这些人的第一次都不会出血, 也许当时他信了, 但此时被周小婷这么一说, 他心里也许会再次生起怀疑, 可这还不够, 这一丝怀疑并不能让他下定决心同意离婚, 我还得加一把火, 我扭头看向了扶着我的小护士, 他正担忧地看着我, 你别担心, 这次流产并没有伤到你的身体, 你以后还是能怀孕的, 不过这么一家子, 你真的要给他们怀孕, 他有些不可思议, 大概是想着我竟然这么蠢吗? 都这样了还不趁机跑路? 我哑然失笑, 可心下生起了一丝暖流, 我想, 我是可以信任他的, 我请他帮了一个忙, 在给杨瑞他们患药茶房时, 和同事配合着讲出一个消息, 听完我要他讲的话后, 小护士露出了如此可笑的表情, 他拍着胸脯保证着, 你放心, 交给我吧, 于是杨瑞在接受检查时, 便听到了这么一份八卦, 你听说了吗? 什么? 隔壁床有个流产的女的, 那子宫内壁薄得不行了, 一看就是流产流多了, 啊, 那他还能生吗? 不能了, 伤了身子了, 以后再也不可能怀孕了, 医院里这样的事情并不奇怪, 可检查的护士说这些时, 还一脸同情地看着他, 那副样子, 和直接点名说流产的人, 就是他媳妇柳淡淡, 也没什么区别了, 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脸立刻就黑了下去, 小护士回来报信, 你都没看到, 那个杨瑞脸黑得不行了, 他肯定信了还怀疑到你身上了, 这是个好消息, 我离婚的把握又多了一分, 不要怪我如此谨慎, 这年头, 女方想要成功离婚实在是太难了, 为求一击击中我在小心谋划都不为过, 我在他们病房外面蹲了一会儿, 听到里面已经一致认为那个 因为流产流多了伤到了子宫 不能再生的孕妇就是我, 且还要等出院后狠狠打我一顿时, 我推开门走了进去, 没有愤怒, 没有生气, 我只是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杨瑞, 我们离婚吧, 我以为他应该会同意了, 谁知都到这个地步了, 杨瑞竟然还是不同意, 他满脸哀求地看着我, 淡淡, 我不离婚, 我们好好的, 我妈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 我让他们给你道歉, 我们好好的好不好, 迟来的深情比草剑, 估计是真的意识到要失去我了, 才会慌到不知所措, 想要这么挽留吧, 可周小婷觉得我只是在威胁他们向我低头, 他耿着脖子劝杨瑞, 别求他, 他要离就离, 不知道被多少人玩过的脏东西, 连孩子都生不了, 留着有什么用, 顿了顿, 他眼珠一转, 想让我们离婚也行, 把你从杨瑞转走那二十万交出来, 否则我们绝对不同意,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打我的钱的主意, 我痴笑一声, 一双毛子直勾勾地看着杨瑞, 我要离婚的原因, 你应该明白了吧, 杨瑞避开了我的视线, 沉默着不愿意说话, 油言不尽,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跟你真的过不下去了, 从你纵容你爸这个垃圾打我的时候, 就已经不可能有以后了, 我愿意跟你好商好良, 不过是给我们的过去一个体面, 你要是非纠缠不休,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面, 其实你们不同意也没关系, 我还可以起诉, 虽然时间长了点, 但想想夫妻共同财产, 我能多分十万也还是值得的, 不过闹到打官司, 那个地步, 你们一家子的真实面目可就藏不住了, 不管是偷我的钱, 给小儿子付财礼, 还是公共动手打儿媳一家子帮枪, 随便哪一件传出去, 杨祥的婚事恐怕都黄定了吧, 话音未落,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杨祥 瞬间不乐意了, 他死死瞪着我, 你敢, 我冷笑, 你看我敢不敢, 我说的这些话, 吓住了他们, 毕竟, 人要脸树要皮, 他们一家子扎根在这里生活, 要是这些事都传了出去, 他们还怎么见人, 而且, 一个是离了心且, 已经认定, 跟外人, 有染不能生了的大儿媳, 一个是给了二十万彩礼, 深得小儿子喜欢未过门的小儿媳,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至于杨瑞, 他不愿意没关系, 他心里最看重的一家人会逼着他同意的, 我如愿拿到了离婚证, 杨瑞还在试图挽回我, 淡淡,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知道你并不是我妈说的那种人, 我真的, 她的声音在我清澈的视线下越来越小, 直至最后都变成了苦涩而又无力的对不起, 可再说对不起又有什么用呢? 既定的伤害已经造成, 难道我一句没关系就可以假装无事发生吗? 我没那么大度, 我理都没理他, 头也不回地直接离开了这座城市, 辞职手续和我的行李早已在冷静期那三十天处理妥当, 此时的我, 当真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热鸟飞了, 路上, 我将事情的原委编辑成短信, 发给了杨祥的定亲对象, 他有知情的权利, 至于他会如何选择自己的第二次人生, 都看他本人的考量了,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问心无愧, 我唯一对不起的, 大概就是那个尚未成形, 还来不及见一眼这人世间的胎儿吧, 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 他估计也不会快乐, 我只能由衷地祝福他, 希望他下一次投胎, 能慎重选择, 为愿他来世, 平安喜乐。